与你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彼你慈爱 哪里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祂的话语 来亲近祂 来了解祂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 学习神的话语 好 我们自己去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这么疼我们 谢谢你照顾我们 谢谢你祝福我们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给赶出去了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念先知 以赛亚的话语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你看 耶稣死在石家上 祂以疾病战争 祂告诉了我们相信祂的人 不要害怕 我有能力用一句话 赶鬼 赶鬼什么呢 一直得到疾病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神 我们所敬拜的对象 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 祂代替了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你看 我很感谢祂 你说牧师 你也软弱吗 那你是懦夫 对 我是很软弱 我是没用的 但是感谢神 神啊 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涂掉一些疾病的死 耶稣在石家上 以疾病战争 除灭一切疾病的势力 以前是 以耶稣基督的名 为我们打开 医治与健康的路 健康上 你说牧师 我没有得到生病 我肉体没有生病 对 你肉体没有生病 但是你心灵有病 你的思想有病 你的脑还指令有病 你的嘴巴有病 什么病呢 我碰见一个人 每一天一定要骂粗话的 每一天都是要骂 那些动物的名字的 从王八王九王死 全部都骂到完 信主之后 180度改变 变成一个 谦卑温柔 体贴的丈夫 以前 每天都骂太太 打太太 告诉太太这个 打那个 信主之后 180度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 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他的软弱 帮助了 改变了成为一个 有用的人 成为一个 耶稣的器皿 那 现在我们再继续谈 不止耶稣一个人 以疾病战争 他还吩咐 12个门徒 72个门徒 传福音和医治 并且他在离开 这个世界之前说 信的人 必有神迹 跟随他们 手按病人 病人就比好了 就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 胜过疾病 为我们大大的 打开医治的路 此外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 以从亚当 夏娃以来的 咒诅战争 而得胜 咒诅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欧洲 因为离去 对于耶和华 神 以及基督的信仰 世俗化 因此 咒诅领导他们 那咒诅就是 你看 经济不景气 黄油病 然后 这个 新冠肺炎疫情 死了这么多人 今天欧洲的 畜色目 也完全地 挖掘了 因为咒诅的缘故 看看美国 咒诅了耶稣 离开了神 现在呢 经济也不太好 咒诅一领导 当靠人的力量 再也无能力了 都没有用了 那么谁能使我们 从咒诅中得色放呢 加拿太书 第三章13到14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是出我们脱离 立法的咒诅 因为呢 经上基盏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 亚布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 吐弃了我们的咒诅 当我们接受祂的时候 祂就改变了我们 当我们接受祂的时候 圣灵就慢慢地 改变了我们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脑海 全部都被改变了 只要我们的民族 悔改归向神 咒诅就会被吐弃 我们无论做什么 神都会祝福 因此我们会经历 在家里蒙福 在田间也蒙福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学业 就会蒙成祝福 耶稣已经胜过咒诅 因此呢 我们唯有信耶稣 才是蒙福的致敬 没有你基督 就无法从咒诅中 得到释放 好 我们今天祷告 亲爱的老爸父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说 我们已经离开咒诅 你已经帮助了我们 远离了这一切 我们爱你 我们要顺服你 我们奉耶稣的祷告 阿们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计划 却任何迁行 都交托给你 祝我写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心灵 来荣耀你生命 祝我写上一生给你 愿我写上生命给你 能成为星相高级 我写上生命陪你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